我省近日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提升供热服务质量专项行动 通过完善服务标准 对问题企业挂牌督办组织抽查暗访等措施 坦诚回应群众诉求保障供暖达标 在大连金川家园小区 由于供暖的主管道破裂造成小区供暖不达标 接到居民反应后 供暖公司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目前家里暖气情况说实话特别好 就是特别热乎 然后我们老百姓也是觉得供暖公司这块确实给解决问题了 然后我们心里也是都挺温暖的 今年大连市针对供暖期间存在问题的企业 先后派驻了工作组 指导企业采取抢修提温等措施 并安装2000个室温检测点位 实时监控居民室温情况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预有降温天气 我们加强降温的应对 提前一天下达降温预警令 确保各个供南企业 提前升温蓄热 保证供热温度 我省开展此次提升供热服务质量专项行动 将全面梳理供热投诉问题 建立台帐分类解决 指导各地公开坦诚回应群众诉求 向社会公布整改措施 确保群众室内温度达标 我们又租用了一台210兆瓦电蓄热设备 可提供420-500万平供热面积的调风热源 确保极寒天气下的供暖质量 通过推广供热智慧平台建设 提升供热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结合城市更新工作 科学合理制定今年供热设施设备建设改造计划 保障今年9月底前完工 本台报道